哈囉,大家安,大家好,我是屯 由於七夕活動已經結束了 想必大家應該都在尋找新的練功場所 今天我就帶大家去一個好練又好賺的地方 而且還不用限定性別喔 那開始之前記得先按讚還有訂閱 首先我們要到達阿凱魯法村 如果不知道怎麼去的觀眾 可以看我上一部影片 有教大家如何前往 那我們要往南門出發 記得出發之前 要先到達坐標192.208的冒險者旅館拿卡 那打完卡之後就可以出發了 那記得跟著影片走才能保證不迷路 戰鬥過程我都會剪掉 只留完整路線給各位 到達之後跟礦工對話 到達之後跟礦工對話 選擇否 這樣就抵達我們的目的地囉 木朗3就到 最低進入等級需求為70 掉落的魔石可以賣380元 至於敵人方面是67到71等的 殺人螳螂與曼陀羅草 等級會隨著樓層提升 建議水晶是水加火 敵人的數量最多5隻 兩隻敵人均會使用聖盾 建議寵物可以施放崩擊 增加練功效率 那這部影片就到此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我 我是腿 我們下次見 掰囉